大家好,我是来自苏丹的脱沫兽女王王卡丹,对旧隔壁老王的那个王,一上一上的卡,和您上红的那个丹,我是个脱沫兽女,我最喜欢的脱沫兽女人是中国的斯文,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中苏之间的饮食文化的差异。 首先,说说见面打招呼这件事,在苏丹我们见面第一句话一般是怎么样啊,都好吗,但是中国朋友们就不一样了,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总是吃了梅一单单,刚开始总是看看表,现在奇怪也不是分点,直到后来这次以后才明白吃了梅这三个字啊,不仅只是一种问候语,更是一种文化的全面。 是一米以素兼的全国民族。再说说热水这件事,大家都知道我们苏丹人是不怎么喝热水的,连粥都不怎么喝,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,在中国热水是个笨人又,中国人把他当成什么病都能治的一个东西,比如说我头疼了,我的中国朋友让我多喝热水,心里难过多喝热水,我都觉得中国应该出口热水, 然后苏丹人拿了一个瓶子,中国全通开水,如果拆箱以后凉了,加热就行。 还有一个让我记忆游戏的事,就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朋友家里,吃中国最传统食物,饺子。 白白胖胖的饺子上桌了,香喷喷的,我是迫不及待的,就拿筷子加了一个,正准备放嘴里,朋友的爸爸喊一声, 丹丹,丹丹,站着吃,站着吃啊,站着吃,这饺子就卡在嘴边,我拿出来也不是,烟下去也不是,我站了起来之后,场面瞬间安静了几秒钟,然后,随之而来的是轰盘大响,原来,此战飞离战啊,同音不同意,汉子正是博大精神。 我今天说脱口瘦啊,主要是想代表很多苏丹女孩子,展示我们的珍藏,善良和勇敢,希望所有学汉语的苏丹女孩,有一天都能成为中苏文化的牛带和桥梁。 我一直相信,人之所以能,是因为相信能,梦有多大,舞台者有多大,万一一不小心,梦想就是些了呢? 你们说呢?谢谢大家,我是你们心中有爱的,苏丹女孩,黄凯朗。